欢迎走进纽约辉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刚刚发布了 艾滋病预防药物新成果的华语科学家 何大一博士 欢迎您何博士 谢谢 很荣幸您今天来到我们的演博士 上一次采访您是四年之前了 上一次您就说您准备在研发 这个预防艾滋病的新药物 四年之后我们听到了您带来的福音 不过这个时间说实话比我想象的 要长一些 可见这个研发工作的不易 那您这个三个月打一针 可以三个月补得艾滋病的这个育苗针 大概一共花了多长时间来研发 第一我很高兴我们今天有机会 在这里谈一谈 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做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蛮困难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当然觉得效果很好 所以最近在Science Magazine上面 发表了一篇文章 听说已经进入到第一期人体实验结束 马上要进行第二期的人体实验了 不错下个月我们就开始做第二期的clinical trial 那是在纽约跟其他几个美国的城市 要做大部分是safety study 看这种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那您预计什么时候 可能会投入生产使用呢 第二期做完以后 我们需要做第三期 就是说这种药 在人体内真的有效 有好的效果 保护 against HIV infection 所以我们那是需要一个第三期的clinical trial 那第三期可能需要在一年一年半以后才可以开始 那可能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所以说到真正的投入使用 可能还有三到四年的时间 我们才会知道这个结果 您看您1995年的时候 发明了鸡尾酒疗法 那是公认的最有疗效的这个治疗方法 大大降低了艾滋病的死亡率 您也因此被时代周刊评为了年度风云人物 那和这个鸡尾酒疗法相比 这一次这三个月有效的这个 艾滋病疫苗针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呀 我这十几年来都是做HIV预防的研究工作 从2000年开始我记得是 我们大部分都是做疫苗的研究 可是我想你也知道 疫苗现在还达不到 它是因为疫苗很难保护 太狡猾 太狡猾 它很困难的病毒 对 所以我们还需要想找到其他的方法 来预防HIV infection 所以最近这种预防针是抗病毒的药打到肌肉里面 可以保持在那里很长的时间 那药是会慢慢跑出来 那就这病这个人就不会得到HIV infection 我们做的那个实验 不是在人体上做的 是在动物 是猴子 做的 那效果是很好 是我们达到了100% protection 其实您看从1981年 人类第一次发现了艾滋病毒 您那一年是在洛杉矶实习 也接触到了第一批艾滋病例 那从那之后您就一直在和艾滋病毒 在可以说是搏斗 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30多年 我们一起来看看您这30多年来 一直想要攻克的这个病毒的图片 来请导播为我们切一下 你看大家看到的这一张就是艾滋病毒 我觉得你看它的颜色和形状 感觉就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东西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你看上面那些小孔 颜色也很奇怪 又有点蓝又有点绿 这个颜色是我们加上的颜色 颜色是加上的 为什么要加上去 可是这个小家伙是很厉害的 虽然他是我们的敌人 可是我很尊敬他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一看 他只有九个基因 那我们有几万个基因 可是 你也比 战胜不了他 对 我们大部分都是失败 都是病毒赢的 那你看看他的基因 是差不多一万个base pair 当然是DNA base pair 那我们的genome是几个billion base pair 还是 我们还是输给他 可是当然这三十年来 研究出来的一些结果 给我们很多药 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些药 把这个病毒控制 稍微控制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这个是人体的一个T细胞 T细胞是什么呢 也就是一个免疫细胞 那这个蓝色的是个一个免疫细胞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些黄色的小点 那些黄色的小点呢 就是艾滋病毒 你想细胞是人体组成的最小的单位 但是你看看这些病毒 比我们的细胞还要小那么多 但是它的力量却是如此之大 能够迅速摧毁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 其实也就是这个小小的病毒 何博士是为之斗争了三十年 就是您现在看到这个 您三十多年的这个敌人 什么心情啊 你看嘛 他很厉害嘛 他不是说跑进我们体内的 随便的一种细胞 是很特别的细胞 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细胞 那他慢慢把这个细胞杀死 所以我们的我们的immun system 慢慢给他deplete 那刚才那张相片又做 你可以看得清楚 一个病毒跑到一个细胞里面 它生出来是一万个病毒 不停地在繁殖 所以这个amplification是好大好快 所以这个 所以我说我很增进这个小病毒 所以说这个病毒繁殖得很快 但是他从1981年 我们首次发现这个病毒以来 这三十多年来 它也是传遍了全世界 那全世界呢 现在好像有97%的这种病毒感染者 它是来自于中低收入国家 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我们可以来看一组 联合国的这个数据报告 这个是2012年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发布的一个报告 他说在2012年这一年呢 一共有全球有3530万人 感染了艾滋病 这是什么概念呢 2012年的时候 全球的人数是70亿 那这个3000多万的数量 就相当于全球每200个人当中 只有一个得艾滋病 那这一年 新发感染的病例有230万 相关的死亡病例有160万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数据 美国的数据呢 我们只找到了2010年的哈 那2010年美国有110万携带者 其中有15.8% 是不知道自己携带了艾滋病毒 那这个数字又是什么概念呢 美国有3亿人口 相当于每270个人之间 中间就有一个人 携带艾滋病毒 而且在美国呢 是非裔占到了大多数 每年 那2010年美国的死亡人数呢 是1.5万 那从发现第一例艾滋病 一直到2010年 全美有63万人死于艾滋病毒 所以你看这个数字 其实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艾滋病挺可怕的 就是我之前 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 我根本没有想到说 可能200个里面 就有一个会得 是啊 这个是我常常说 用英文说是 The worst plague in human history 你刚才那些数目 还有一点就是 已经有3500万死了 已经有3500万死了 就全球 这30年来 已经有那么多人也死了 那在美国 一个发达的国家 一年还有差不多 有6万的新感染者 现在 现在 所以是那个数目 是真的太高 那亚裔的感染者 有多少 可能差不多1%吧 在美国里面 1% 那华裔多不多 您有这个数据吗 这个我不知道 它没有那么详细 而且这个联合国的报告 还指出 说是 现在好像15岁到24岁 这种年轻的感染者里面 占到了整个的 这个成人 新感染者的40%这个量 可见它其实在年轻人当中 传播的是非常 也是非常快 非常多的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 平时大家要怎么样 防止传染 第一 HIVA是一种 性传播的一种病 所以当然是 大部分最危险的 就是性传播的年轻人 但是那个对于普通人来说还好 只要你妈妈没有艾滋病 其实这个问题 跟普通人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主要就是血液和性接触 对 但是这种病毒 也重要是 人们的解释 这种病毒 是不稳定的 传播 你和我坐在这里 如果我会被病毒 你会不会被病毒 即使我们闭嘴和闭嘴和闭嘴 所以,它不必要令到很 irrational fear 而生疾病,而生疾病,而生疾病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每个人都要理解 是最基本的关系,什么 HIV做 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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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 understand how it is transmitted and how it is not transmitted. That basic knowledge will help people conduct themselves appropriately. 其实刚刚您说的这两项, 就是说这个血液传播和这个性接触呢, 我也做了一些功课,也有一些了解。 说这个血液传播呢,其实就是除了就是, 比如说你这个母婴传播,它算血液传播的一种, 其实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吸毒的人, 他可能共用针头的话,特别容易。 特别容易传染艾滋病,好像中国很多案例, 就是因吸毒引起。 特别是在云南那一边,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输血,就是你比如说, 中国可能在中国地区有这个献血, 卖血这种经历,那其实在其他的地方呢, 也有如果你跟别人重复使用针头, 也一样的可能会得这种,有可能感染上艾滋病。 另外就是一些接触,就比如说你如果接触到了受污染的这种, 血制品啊,或者是血容器啊,包括不应该和别人共用牙刷, 剃须刀,这些有可能会造成伤口的, 因为有伤口的话就会有血液接触嘛, 所以这样也是就是比较危险的。 另外我还了解到一个数据,说这个百分之四十的亚裔女性爱滋病患者, 她们都是通过性接触才感染上的。 好,所以,你可以说全世界差不多90%都是经过性接触, 特别是在非洲,你可以说大部分都是性传播的。 所以大家也是就是第一就是要节身自豪, 我觉得要生活比较简点, 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你要有一些保护措施,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实说到这个艾滋病的防护问题啊, 我觉得其实我也有一条新闻想给你看, 就是跟我们十多天之前发生的那个事情,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在长岛。 我也听到, 你有听到, 那这个话题呢我们留到下半段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接着聊。 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著名的华裔科学家何大一博士。 何博士,我们继续上半节的话题。 这个在大概十天之前, 长岛爆出了一条新闻, 说有一家医院重复使用胰岛素比,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个新闻资料。 这是CBS的新闻, 它是说大概有四千人有可能会感染这个肝炎和艾滋病。 你看因为这个医院啊, 重复使用这个胰岛素比, 造成了这么好像, 我感觉是很危险的事情, 其实肝炎也很危险, 艾滋病就更危险。 我看了之后这个新闻, 我是觉得我很气愤。 我觉得医院嘛, 你应该是, 怎么说这个医者应该有人心, 你怎么能做那么没有医德的事情呢? 我不知道何博士怎么看待这个事件。 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的嘛, 绝对是有人做错了。 当然对一些病人, who were exposed to those needles, they're at risk for HIV, hepatitis viruses and maybe other things. so it should not happen. but我们要记得是, 每一天有7000人感染。 在美国吗? 在全世界。 在全世界。 所以, 当然这种事情不应该, 可是跟这个, 一天7000人的数目来比啊, 是小事情啊。 因为我想那个, 您觉得感染的几率不会太大。 不会太, 应该不会太大。 可是我们要, really need to focus on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 7000 infection per day is occurring by sex, and people need to be educated so they could protect themselves。 那你说像这样的一个新闻 就是因为它也是涉及到 这个血液的接触 那如果其中真的有一个人 患有艾滋病 那还真的有可能会传染给别人 那我们如何杜绝像这样的情况 我是觉得这个涉案的人 如果真的有人感染艾滋病了 这个人我觉得要坐牢 我不知道您觉不觉得 当然是做错了 那坐牢是看看他是不懂 去做这种还是故意去这样做 因为医院能不懂吗 他是医生的 不应该吗 我说是不应该是一定做的 那坐牢那是别人去决定的 那您觉得有没有办法 来杜绝这种事情 这事情刚发生 我们还有办法 我们可以把给那个 泥油碰到的一些人 都马上可以吃一些药 来做prevention 这个是我们医学上是叫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可能要吃四周的药 那就不会感染 可是你一定要 这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48个小时 你便开始吃这种药 48小时之内 不知道这些患者还来不来得及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医院和医生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不但是为人们检查身体 但是他们很大程度上 是在这个道德上 我们要负相当大的责任 就大家要有很高的 这种道德意识 为什么那么说呢 其实因为做医院检查 我挺怕的 我说实话 因为我原来我就知道 四年前我采访你们的时候 我做了很多 关于艾滋病的研究 那你看补牙 还洗牙 还有你做胃镜肠镜 所有这些 就是跟 要把这个仪器 伸到你体内 会产生 创伤的这些手术 检查 都有可能会导致艾滋病 你说你要是这个医院 你没有医德 你不消毒干净 你怎么办呢 对 所以一定要照规矩 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在美国有一些 universal precautions for all the doctors and nurses who take care of patients for all the instruments they need to be properly sterilized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patient is HIV positive or not you treat every exposed instrument as potentially infectious 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for no exceptions and obviously the case in Long Island is a big mistake 他们太过分了 不过 就希望像何博士讲的这样 希望是这个针头 没有接触到艾滋病人 那这样的话 大家也就不用太担心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讲完了美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聊一聊 中国的情况 因为何博士 是从90年代初 就一直在中国 治理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我们也找到了 当年您在中国工作的一些照片 这些照片您还记得 是在哪里拍的吗 在抚养安徽 跟一些艾滋病孤儿 在一起拍的 那个时候您是有资助他们 为他们筹款 因为他们这些孤儿 好像是有些是失去了双亲 不错 就是可能只有爷爷奶奶照顾 或者是根本没有人照顾 那这张照片呢 这两张是在清华大学 2003年11月 克林顿总统跟我们一起 去中国 跟好几位中国领导 谈艾滋病的事情 听说这也是中国当时 可谓是最高级别的一次 艾滋会的研讨这个会议 那议议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因为 这个政策 关于疫苗和疫苗 在中国 并不是上线 我的观众 看起来 川普总统 那是为什么 他认为我 去到北京 和谈谈 公众 但也 和 政府 to tell them that AIDS will affect China in a great way and its policy needs to be set up in a certain way and he was very effective and persuasive and you'll notice almost immediately after that by December 1 We and later Wen Jiabao began to adopt a new policy Tour AIDS patients in Beijing and later in Henan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would say from that point on the China policy toward HIV AIDS really moved toward the right path on track and dealt with the problem as a scientific medical challenge and the policies were largely correct and the government commitment and support followed so to me it was a very gratifying event in that we were able to do the proper advocacy but our job was really made easier because that happened right after SARS and SARS really was a wake up call for China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public health and of course when you look at SARS or is only 800 people died it was a big problem of course but only 800 people died each day there are more people who died of that from from HIV AIDS so I think China recognized how big some other public health problems were and began to focus on it properly 您看刚刚您说到中国这个问题呢 我就想起来说上次采访您的时候 您跟我说90年代初 其实中国的艾滋病力还不到1000例嘛 那个时候您有建议中国政府 说你们要加强防治艾滋病 但是并没有引起重视 那现在我刚刚听您那么多表述 您对中国政府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是不是还是比较满意啊 进步很多 进步很多 我觉得很满意 这五六年来的政策都是蛮好的 那当然这个中国的疫情也是很厉害了 已经差不多有100万左右吧 感染者 那这个新冠染率每一年差不多再加8万 这是太高了 它是不是高于其他的地方啊 当然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感染在云南 那是吸毒有关系 那后来90年代有很多人在河南 跟输血卖血的问题 可是那个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现在最厉害就是 男男同性恋的那个 infection rate是很高很高 我们这几年在中国做了一些工作 你看在北京或是沈阳 或是成都这些城市啊 假如有一百位 陰性的男男同性恋人啊 你明年再来查他们最少差不多有6%是变成阳性 那这种infection rate是太高了嘛 所以需要 还需要很多工作 嗯 好我们再刚刚还有一张照片 这一张是 您和姚明是在 左上角是在清华大学 那张也是在清华大学 当时您是请这个姚明做消除艾滋歧视的那么一个形象大师 那底下这一张 那一张是姚明跟Magic Johnson 两个MBA stars 一个是中国人 一个美国人 一个是阴性 一个是阳性 一个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对 他们这样有一些contact 我们那个是变成一个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在 release in China 所以我们所唯一的目的原因是 我们所为的意思是 是说给人们 尤其是病毒是不转生的 而你得要 тем伤不须 你可以带着 怠惰和感恩 给人们感染的感染 当然 一点的目的目的 就是 不减减 这个疗骂的 进行性 啊 嗯 所以这说大家可能 平时对艾滋病也不用 那么 那么担心 但是你要注意防御的话 在血液方面 性接触方面 有一定的 我们说是常识 common sense 那你就可以 很好的保护自己了 好 那节目的最后 其实我还想问一些 您比较私人的问题 因为您是 很受瞩目的 怀疑科学家 我们特别想了解 生活中的您是什么样的 您每天要花多少时间 做研究 有没有私人生活呀 当然有啊 可是 我的研究工作 是我的passion 所以 I don't treat it like work It's my passion It's what interests me So it's not that much work 当然时间是蛮长 有时候是 我最近年纪比较大的 所以好像 好像没有像十年前 那么一样 天天做十几个小时 那现在 可是我有家庭 I spend time with my family I have many hobbies 什么 我喜欢打球 打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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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天赋 这几年来打高尔夫球 还有我 I like to ski 滑雪 所以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可以做 对 那您平时在纽约都有什么样的休闲方式啊 就除了运动之外 会不会去什么地方喝个茶呀 跟朋友去吃饭啊 你喜欢吃中国菜吗 我喜欢 可是我西菜我也喜欢 西菜我也喜欢 日本食物 韩国食物 很多种的食物 我喜欢 那您除了这个 因为我前段 去年的时候 采访了 汪斑老师 然后汪斑老师说 您太忙了 现在都没有时间跟他学中文了 那我看您今天中文说得很好啊 您是自己偷偷在家学吗 没有没有 只是最近常用 还有很好的老师 最近还 没有没有 是还是汪老师 还是汪老师 那您每天花多少时间看中文 会不会 我根本没有时间看中文 只是有时候有时间用一点 有时间用 那原来学的那些中国的诗句还记得吗 不要 不要给我考试 我本来想考考您的 给我们来一首女来的诗 忘记了是吧